廣告1200萬日圓失竊 警乘鈔票破謊言 航警局台北分局上月22日 借獲一名日籍男子報案 聲稱抵台後 行李箱裡的1200萬日圓不翼而飛 警方懷疑他說法 向台營商界1200萬日圓 乘得紙鈔約重1.3公斤 再乘男子的行李重11公斤多 與他從日本出境時一樣 按常理若這批日圓遭竊 行李因輕了1.3公斤 當場戳破日本男謊言 男子傻眼 乾淨該扣說誤會後離去 眾新聞可別小看玻璃石大人的辦案能力報導